最快的脚步不是冲刺 而是矜持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1500米赛场 首次战争奥运赛场的奎洛伊 在最后一圈时 被其他选手绊倒 虽然起身后继续追赶着大队 但也无力回天 原本被寄予厚望的他 最终仅获得了第12名 但四年后的悉尼奥运会 那时已经统治15项目 且保持着迄今仍无人可及的 1500世界纪录的奎洛伊 对着奥运金牌发起冲击 但无奈的是 在比赛最后的冲刺阶段 他被一千米的世界纪录 保持着恩格尼反超 但即使是两次奥运失利 也无法掩盖奎洛伊的灵光 曾有资料显示 在1996年至2003年的84场比赛 奎洛伊获得了81场比赛的胜利 也正是这辉煌的战绩 让奎洛伊再一次站上了追逐 奥运金牌的赛场 这四年 奎洛伊将一切活动取消 日程表上只有训练和休息 并且还要克服身体问题 时间转身即逝 2004年雅典奥运会 1500决赛 奎洛伊这场比赛的主要对手 是来自坎尼亚的拉加特 这一次 奎洛伊成功 他在最后冲刺阶段 顶着了拉加特的冲击 以微弱的优势夺冠 历经三季奥运会终于夺冠后的趟 跪倒在赛道上 拉加特也走上前 与奎洛伊拥抱 祝贺奎洛伊打破奥运金牌的魔咒 领奖时 奎洛伊留下了那饱含辛酸的泪水 打破魔咒后的奎洛伊 四天后再次站上了 雅典五千米的赛场 而这场比赛奎洛伊面对的时候 有着长跑之王的贝克勒 以及击捕乔格 前4900米 奎洛伊躲在大队伍中 掩藏实力 最后100米 他爆发出无与伦比的能力 拿下了这枚五千米金牌 冲线后的奎洛伊对的镜头 伸出两根手指 表示自己竟然完成了 一家奥运会两枚金牌的尾翼 雅典奥运会过后 奎洛伊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比赛 2006年时正式宣布退役